Evernote SDK for PHP 你所不知道的Evernote REX目前服務於 Resume Companion 擔任前端工程師的工作 同時也是台灣Evernote Developer Meetup的發起人 對Evernote的應用相當有研究 而Evernote是個知名的雲端筆記的服務 許多人每天的生活都少不了它 接下來的這個議程 REX將為我們帶來了解如何在 PHP 使用 Evernote SDK 同時也將介紹在整合 Evernote 時的最佳實踐方法 讓我們掌聲歡迎它 有聲音嗎?後面聽得到 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冷門的Session可以這麼多人 所以站著的朋友等一下就辛苦一下 我今天主要就是來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在Evernote 上面做了一些蠻多的應用 這些的應用不一定是 Premium Account 才能夠使用的 你可能是 Free Account 也可以是用這樣的 Service 至於說怎麼去做到這些東西呢?我等一下會去慢慢的介紹 為什麼我會來這邊呢? 就是因為我其實從去年7月開始的時候 我參加蠻多 Evernote 的活動 那去年7月的時候它有辦一個 Hexon 那時候我們有拿到第一名 那次的主題就是做一個把 Evernote 從 Note 變成 Slime 那這個服務也是我現在這個簡報 也是用這樣子的服務來做這件事情 那等一下我會去跟大家介紹說 我怎麼去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它在今年4月的時候 也有辦一個設計松的活動 那這是給 Designer 那我們那時候有做一個小東西 那也有得到名次 那再來就是今年剛結束的一個DevCup 那台灣有一個代表隊 那有得到前六名 那我是只有得到 People's Choice 的活動 所以呢 那我剛好在這樣子開發的經驗 大概有一年多 那因為我看到台灣幾乎沒有什麼 Developer 在用 Evernote 的應用 那所以我今天就想要 我就來投稿 然後就剛好錄取了 那很多人也會問我說 我是不是那個 Evernote 的員工 其實我不是 但是我對 Evernote 還是一個重度使用者 現在基本上我是一個前端工程師 那我平常工作其實都是用 Sublime 但是其實我現在開 Evernote 的頻率 大概比開 Sublime 的次數還要多 因為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東西 都存在 Evernote 裡面了 所以呢 很多東西要去查的時候 就是要去 Evernote 查 那當然我也有做了一些應用 那那些應用也是 Base 在 Evernote 上面 所以呢 我就變成說 我就要用 Evernote 才可以去做事情這樣子 那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我相信有些朋友一定是 比較對 PHP 沒有那麼瞭解的人 那今天的這個 Session 呢 應該是整個 PHP Conference 今年 應該是印度最輕的 就是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其實主要是都偏應用 那如果你是剛入門的人呢 我們會從 教你怎麼去安裝 Evernote 的 SDK 然後就可以快速去應用一些 API 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已經很熟了 如果你已經很熟了 在 PHP 或者你是一個很資深的 Web Developer 那你一定會好奇說 Evernote 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 Evernote 的應用 那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 Evernote 的應用 怎樣是一個比較好的 Best Practice 那我也會就是就我這一年多的經驗 分享給大家 OK 那今天的 Online 呢就是 我還是不免俗的要先介紹一下 Evernote 在幹嘛 然後呢 我們為什麼要去 Integrate Evernote 到底有什麼好處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想開始 Integrate 你要怎麼去變成一個是 Evernote 的 Developer 然後再去介紹 Best Practice 然後就是我們會開始有一些 Code 方面的 Demo 那就是我們可以怎麼快速的開發 然後寫了一些應用 然後直接可以 Live Demo OK 那什麼是 Evernote 我想問 調查一下就是說 現在有用 Evernote 的人舉手一下 這麼多 OK 那你是 Free Account 的舉手 Free Account 這麼多 好 我這裡有一些獎品 但是人太多 我沒有辦法發給你們 等一下如果你們有問題來問我 就會給你們獎品這樣子 OK 好 就是 我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在用 OK 好 好 那以前呢 Evernote 其實就只是一個 所有人都會說它是一個祭祀本的軟體 就是一個在 Cloud 上面可以去儲存你的 Note 那後來呢 它已經慢慢就是有很多的應用 那這個應用呢 都是 Evernote 它自己公司出的 或者是說 它是別人寫好的時候 它去把它買下來的 那像 Sketch 就是做一個剪貼的 Pen Ultimate 是做 iPad 上面的一個應用 就是你可以去做手寫繪圖的 那 Web Clipper 幾乎是我聽過最多人在使用的 就是你可以用 Browser 的 Extension 把你想要的網頁的資訊存在 Evernote 上面 那 Hello 就是一個做 就是有點像是名片 Social 交換的 那 Food 就是你今天如果去吃東西 就是有點像是 你就可以去記錄那餐廳的位置 那也就是說你吃過什麼東西 那 Clearly 跟 Clipper 有點像 那它剛好在這次新版本的 Web Clipper 已經把它都整合進去了 那就是可以讓你的網頁 把一些不必要的那些廣告 統統都把它移除掉 那 Evernote Peak 是一個很有趣的 iPad App 它是必須要搭配你的 iPad 的那個蓋子 那個很像馬桶蓋的那個蓋子 然後呢 就是你要打開來看 然後就可以去學英文單字這樣子 那那個 App 還蠻有趣的 但是呢 就是它現在除了這樣子的應用之外 它還有可能就是說 現在可以變成是一個字典 為什麼說它現在可以變成是一個字典呢 就是在於說今年的DevCop 韓國有一個 Team 它的第三名 它叫做 Biscuit 那這個東西呢 很有趣的 就是它在你用手機去瀏覽的時候 大家都一定會有一個痛點 就是說我們在手機去查單字的時候 是不是很麻煩 我是不是要把字複製起來 再開另外一個 App 再把 App 貼上去 那如果那個單字它是沒有 它需要有網路才能查 我 offline 就沒有辦法查 所以呢它這個 App 的好處就是說 當你就是 好 音樂不會動 它就是你在複製起來之後 它就會直接幫你把你的字 偷偷存在你的杯罐裡面 它就會在你的 Biscuit 裡面就出現了 所以呢 你就可以去建立自己的單字庫 然後你就等於是說你可以去複習 你自己不會的單字 然後呢去慢慢去累積一些 你看過的 喔已經學會了 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那你如果想要繼續保留著 你就可以把它存在 Evernote裡面 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去 對某個字拍照 就可以去查到單字 那這個應用呢 是我覺得在這次 DevCup 裡面最有趣的一個應用 那再來就是說 Evernote其實 它也可以變成是一個 Blogger 的 Playform 那這次 這是第一 這次得到第一名的 叫做 Post Touch 那它呢就是你用 Evernote 打完之後呢 去把它的 Note 放在那個 就是這個網站裡面 那你就會直接就發佈起來 變成一個這個東西 那它呢 這個服務很有趣的是 它在做這個服務之前 我已經做了一個服務 那只是我沒有公開出來 那是我自己在用 就是我現在是像我自己寫 Blog 了 我是直接用 Evernote去寫 但是我不是去 Generate 一個新的 Blog 我是直接把我的 Article 直接 Post 到 Tumblr 跟 Blogger 上面 所以呢 它當這樣再使用的時候 其實還蠻方便的 所以它其實也可以變成是一個 Offline 可以去寫文章 然後當你有網路的時候去 Sync 就可以 Publish 到 Blogger 上面 OK 那再來就是 它可以是一個做旅遊規劃的 這個就是 今年入圍前六名的 唯一的一個台灣團隊做的一個 App 它是一個 iOS 上面的 App 當你出去玩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把你想要的東西放在裡面 然後呢 當有那個坐標 你到了譬如說你想要去舊金山 那你到了舊金山之後 它的 Note 就會彈出來告訴你說 喔 你當初做的一些紀錄在裡面 那它現在應該是要收錢的 對 那之前陣子不用去是免費的 OK 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也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Mind Map 的 Tool 那 Mind Map 的 Tool 呢 像這個是最近 應該是最近看到的 那還蠻有趣的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 Note 跟 Note 的關係 這樣子放起來 你就可以發現 你的 Notebook 跟你的那個結構是什麼 OK 那你也可以是一個相簿 那這個相簿是我自己做的 也是我這次去參加 Evernote 的 DevCover 的題目 那等一下我會再去比較仔細的 Demo 一下 這個東西在幹嘛 那你也可以是把 Evernote 變成是一個 它來做簡報的 Tool 就像我現在在做的這個 Tool 一樣 OK 那等一下也會去介紹 那再來就是 這是我去做的另外一個題目 叫做 Note Wars 這個東西呢 其實呢 它就是我們常常去用 Web Clipper 做的事情就是我們會去擷取一些 我們認為不錯的 Content 到我的 Evernote 但是這些 Content 一定都是某個部落格寫的文章 它這些一定是對外發布的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今天我是一個前端工程師 我的朋友也是前端工程師 他看到一篇好的文章 其實呢 等於是我也會想要看那篇文章 所以呢 當他把他的東西 用 Web Clipper 收納在 Evernote 的時候 那我在這上面呢 就會可以看到就是說 有多少人收錄了同樣的連結 所以呢 當那同樣的連結變字幕變多 那我就會把他認為說 這個 Content 是好的 我就會主動把這個 Content Push 給 有定義這個 Keyword 的 User 講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他的 Concept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你喜歡這東西有興趣 你就去設定一個 Keyword 那接下來呢 你都不用再去上網 你的 Evernote 自動會有人 Push Content 給你 那那 Content 可能是你喜歡的 對 OK 這是這個概念 OK 所以呢 Evernote 現在的東西 其實他可以變成各種東西 都是有可能的 那而且最有趣的是 他在今年的 Evernote Conference 的時候 他現在開始在賣商品了 就是他開始在賣很多實體的商品 像背包 然後呢他有趣的是 就是他最近做了一個 Post-it 就是便利貼的一個應用 那這便利貼的應用呢 他已經可以跟那個 有點像是我們之前在用的那個 Moleskine 的那個貼紙 你就是把那個東西放起來 去對他拍照 那他就會產生一個 Post-it 的一個 Note 那那個 Note 就會因為顏色的變化 你可以去做一些下 Tag 的動作 那這個 Scanner 也很有趣 這個 Scanner 是你可以把所有 有的美的東西 不同尺寸 不同 Size 統統丟進去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它掃描 然後把它歸納好 如果是名片 他自動還會去幫你去撈 Linkin 的資料 然後去做一些 Confine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還蠻酷的 只是他那台 Scanner 實在太貴了 大概要五百塊美金左右 那 當然還有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譬如說像 Watt Evernote 跟 Watt 有什麼關係 我實在不瞭解 對 但是他真的就是有出一些很酷的周邊 那他那個背包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這次去我有買 那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這裡有一個實體在這裡 OK 好 那 所以呢他其實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是一個 Platform 那這個 Platform 上面呢 你想要去 Build 什麼都可以 只要你想得到的 那當然你不要去想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跟 Evernote 可能完全沒有關聯 那你去把它 Bundle 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很奇怪 OK 所以呢 他在今年的時候呢 原本 Evernote 的 他不叫做 App Center 他是最近才改名字的 之前叫做 Evernote Trunk 就是百寶箱的意思 那 他把它變成 App Center 我相信應該是因為 太多人不知道 Trunk 是什麼東西了 所以他就換了一個 大家都很通用的一個名字 那基本上他就跟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一樣 就是你開發了一個應用 你可以去上架到 叫 App Center OK 那 Evernote 它的 Go 是什麼呢 就是他其實有 他以前在主打的特點就是說 他要 Remember Everything 就是他希望把你 Evernote 當作你的第二顆大腦 你所有想要知道的東西呢 通通存在裡面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 東西都通通存進去 只是說 當你發現你通通存進去的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困擾 你要怎麼去有效的去管理它 而方便的去找到 去整理 所以呢 那個 ESO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站的站長 他就出了兩本書 就是教人家怎麼去應用 Evernote 那兩本書都賣超好的 如果你們前陣子 如果前陣子他們辦一個新書發表會 那一場總共來了700個 700個人 超誇張的 就是他們就是在教你怎麼去讓 用你的 Evernote 把它用得更好 但是今天我們的 Station 是 教你怎麼去開發 Evernote 的 App 所以是不太一樣的 那他後來呢 就慢慢的去改變他的東西 就是他希望 他不再只是儲存所有的東西 他希望讓人們變得更聰明 所以如果你開發的 App 如果跟這兩個主題 都有 match 到的話 我相信他們會非常喜歡 而且你跟 Evernote 的 User 也會達到很好的默契 所以就是會有一種 相符相成的一個效果 那為什麼要去整合 Evernote 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你可以去整合 Dropbox 或是整合 Google Drive 還有一些很多的 Service 那為什麼要去整合 Evernote 那 Evernote呢 在今年的 Conference 他有說就是他們現在的會員數 有大概7500萬個會員數 那台灣呢好像是剛破100而已 對 就是其實差距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你是做一個 Evernote 的應用的話 建議就是做 Global 的應用 不要做 Local 的 因為畢竟我這次遇到的困擾就是 做了一個應用我去拜託別人幫我測試 他就跟我說我沒有 Evernote 的帳號 我沒有辦法幫你試用這樣子 所以就是常常會遇到這種問題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個好的應用的話 不一定要去綁得很死 但是你可以去想怎麼去結合得漂亮 OK 那他現在在這些國家呢 都有他的巨 就是有一個分公司 就是可以去 如果你們有些 Resource 就是其實他也是主要在推這幾個區域 所以你們在開發 App 的時候 也可以去想這幾個目標的族群呢 就是可以怎麼去 Promote 他 然後呢 他目前呢有三萬個 developer 然後呢 這應該是一百二十一 對 他每個月有一百二十一次的 API 的 request 去 所以你就知道 用 Evernote 的 user 其實是還蠻多的 那 他有一個這個數字是最新的 就是上個月而已 就是有 它一個月就有1240萬個user 然後會去login 然後是從240個不同的country 然後呢 它會去grade出 幾乎是 幾乎是 以億則note 一個月就grade出 以億則note 就是非常的驚人 所以就是 就是很誇張 而且大家就會在上面花的時間是很多 像 舉我的為例子就是 我平常在上班不是在用網路 就是在寫口 那另外開的app幾乎就是evernote 所以我會很長時間停留在上面 如果你們去開發一些東西的話 它其實是 味道是很對的 那再也就是說 如果你跟它整合的話 你如果把你的app上到它的app center的話 他們會有很好的曝光的機會 會去幫你promote 那它每一週都會去選一個 好像是evernote pick 那它就可以去 你就會得到一些國際的一些行銷的資源 而不是 你每次我們在台灣開發東西 你要去 等你東西上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要去打廣告 然後去找這個 其實是很 是另外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如果有人 可以願意幫你promote 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 再來就是說 他們的partnership的關係非常的好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API的問題 你有去發一些ticket去問他們 他們幾乎都是一天內一定會回你 一天內 像我們早上發 它可能就是隔天 隔天會回我們 那因為我們時差的關係嘛 但是如果隔到六日就會再延 所以它的迅速度是很高的 那像我之前有在整合Google的API 如果你們有整合過Google API就知道了 你東西壞掉了你要去問誰 有人知道要去問誰嗎 對 Google沒有地方去問 那你只能去Google的group去問 那Google的group呢 它的員工就是愛鳥不鳥的 就是有時候不會去回你 那所以基本上你只要遇到問題 只有就是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Mnode其實它的解決的速度 其實是很快的 OK 再來就是回到我們的正題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現在想要開始 那要怎麼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情很簡單的就是 到dev.evernote.com 去註冊一個sendbox的account 那為什麼說是sendbox 因為你一開始註冊一定是一個sendbox的帳號 那你註冊好之後呢 OK 你這邊需要去填一些基本的information OK 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還蠻基本的 主要注意的就是 它那邊有一個權限 權限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basic access跟full access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去解釋 那你拿到了這個key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consumerkey跟那個consumersecret 這個都跟那個facebook啊google啊tumblr等等的 這些oos的機制其實很類似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api的permission在這邊就有差別 就是說你如果當初申請的permission不一樣的話 你就會造成就是它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但是這個permission其實已經比facebook的API好很多 Facebook現在的API的permission已經多到 都快無法搞清楚它在幹嘛 就是實在太多了 每次就是要勾一大堆 對 那這個permission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你可不可以讀 你可不可以寫 那基本上呢都是不能刪的 所以你不管 你不能去刪user的note 但是你可以去modify 可以去create 那再來就是說 你可能會需要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把emailnote放在這上面 因為我們常常在用的時候 會需要就是有一些email的功能 那目前Evernote是沒有提供email 如果你要自己用email的話 我的建議就是你直接拿Gmail去當POP3去發信 那我就可以去發 就把你的信發出去 或者說你自己去租一個要付錢的service 去做這個信 那Evernote本身的服務 它是可以進行的 但是你用它的API 是沒有辦法進行的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 它的API有 裡面有提到跟email相關的 其實for我們而言 其實都沒有辦法使用 OK 再來就是 如果你 sandbox跟 跟那個production的account 是不一樣的 那你如果是用sandbox的account 你就必須去sandbox的Evernote 它是只有一個sandbox的web版 就是sandbox.evernote.com 那如果你是想要去連你現在Evernote的資料 譬如說就是 我現在這個Evernote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就是需要變成production 你才有辦法去connect 所以呢 通常我的狀況就是我申請完之後 立刻就會去active它 否則我拿那個sandbox其實真的是不好用 OK 那只是你去申請production key的時候 你這邊要去注意就是 你必須去寫清楚 你用到能不能噴明捲是什麼功能 否則你去寫信過去的時候 它會去打你槍 所以呢它會回來就會問你說 你為什麼需要用到modify的權限 或者是你需要為什麼用到這個權限 你必須一個一個去跟它解釋 其實還蠻囉嗦的 但是就是必須去解釋清楚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步驟 這個步驟呢 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當然你做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些 free的promotion的機會 但是你不做呢 你還是可以用Evernote的API 不管是那個就是offline 或者不管是那個就是sandbox 都可以去用它 但是就是 如果你要去summit到那個app center的話 就需要去填這個縫 填這個縫呢 它還需要去注意一些東西 因為它會去審查你的app 那你的審查的app呢 如果有一些規範不合格的話 它不會讓你上架 它不會讓你上架 雖然你可以去connect它的API 但是它不會讓你去上架 對 那 它這邊有幾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說 首先呢 是取名的問題 取名的部分呢 就必須要去注意就是 它們不喜歡你用跟大象的某個部位 或者是就是把它變顏色 或者是把它亂搞 就是那它其實也不太喜歡就是 你用ever開頭的APP 或者是note為結尾的APP 比如說什麼什麼 那很有趣的是 我們當初第一個作品的時候呢 我們取的名字叫做everkino 那我們就違反了everkino的商標權 所以呢 所以呢 後來我們就被迫改名字 改叫做slynote 對 但是其實 後來它們也慢慢不建議 結尾有note的事情 它比較希望你自己去鬼略出自己的brand OK 所以就是你們在取名的時候呢 最好就是一開始就有自己的brand 對 然後呢 OK 就是 對啊 好 這個都 好那再來就是上一家APP 就是 它的API很有趣的是說 它有一個API叫List Notebook 那當你去用List Notebook的時候 你List出來的Notebook呢 不會跟你在Evernote看到的這個 這個Notebook啊 這麼漂亮的就是按照ABCD這樣的排序 對 那你都以為它應該會做這樣的排序 其實它是沒有的 所以呢 很容易就是你的Note是沒有排序的 但是 你要上架的時候它就跟你說 你要排序才能上架 這是很奇怪 就是它自己的API不幫你排 你要自己排這樣子 那 就是你必須要有一個登出的按鈕 不管你是做手機上的應用 還是做web上面的應用 就是一定要讓User能夠去登出Evernote 那再就是說 我的建議是說你一開始去做登入的時候 這邊登入的部分呢 有幾種很多的做法 首先是第一種就是比較常見 就是你直接拿Evernote當做Login 但是其實我比較不建議大家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Evernote拿去當Login呢 會有幾件不好的事情 就是你沒有辦法拿到User的Email 那你也知道做Web的服務 你沒有拿到User的Email 那你就基本上沒有辦法reach到那個User 所以你沒有辦法對他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那個會員跟沒有是差不多的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的建議是你如果要createEvernote的服務 你自己先create好自己的Membership 那你對Evernote只是做一個Connect的動作 這個concept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他都只是把Evernote當做Login 但是你發現Login完之後 你就什麼東西都拿不到 你就只能拿到它的Note 但是你拿不到那個Personal Information 對 那再也就是說如果你登入之後呢 建議是要有一些簡單的教學 好 那 OK 前面就是 都是介紹 就是比較無聊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開始看 就是code的部分 OK 那Evernote的SDK呢 For PHP呢 那目前Evernote的API其實有這麼多種 基本上幾乎每一種language 不管你是Web還是Mobile 統統都有 那我們來連一下這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的話 你就可以去download 但是你會發現就是Evernote在PHP的Document 超級少的 它根本就沒有Document 就是 那 非常的片段 所以但是 但是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明明PHP是一個這麼popular language 為什麼他們沒有Document 所以呢 後來我就去寫了一個Document 對 那等一下 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現在有去寫了一個Quick Start Guide OK 那 這個是我用的一個Sample 那你們如果現在有空的話 其實就可以跟著去把它抓下來 對 就是 就是這個網站叫做EvernoteAPI.com 那我目前已經有寫了 就是 一些的那個 就是Quick Start Guide 譬如說是Ruby Nodes PHP Android跟IOS 那這些東西就是 我 我在Project上有需求 我就會去寫一些文件 那 目前寫出來都是 看到比較少的 就是我就會去寫那個部分 OK 那 那 這個Sample 就很簡單 那你們現在如果有空的話 就可以去把它 Checkout下來 就是Github 然後rex10 那裡面有一個project 叫做EvernoteSample PHP 那 那這個Quick Start Guide呢 它其實超簡單的 就是說 你只要去把它 Checkout下來的時候 因為這邊的網路其實很慢 所以我就不做Checkout 我已經把它Checkout下來 那你Checkout完之後 你只需要打Compostor Install 它就會直接幫你把 該裝的東西都裝好 就是 那 這些的設定其實我已經設好 那你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這裡有一個 Config的File OK 你download下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Config的File 你需要去設定一下你的那個 這個Auth的Path 然後呢 你的API的Key 就是你一開始去註冊的那個Key Sambus或是Protation的都可以 那你把它Checkout下來之後 設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們怎麼使用呢 就是 OK 我們就連到Auth的時候呢 因為現在我們的這個Integration 是用 叫做 OpAuth 它不是Outh 是 Opath 對 那你只要打Evernote 那裡面已經有一個設定好的 那你只要User能夠登入Evernote 登入回來之後呢 登入回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到 它的那個 真的可以用的SS Token 就是 主要就是這個Token 這個Token 那我只是把它搜尋印出來 那正常而言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值 存起來 你要把它存起來 所以呢 當User 他沒有在Login的時候 你也是可以去 幫他Automation的做一些事情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有這個 SS Token 你就可以去對那個User的Evernote 做一些事情 就是去新增Note 新增Note 新增Notebook 新增Share Notebook 或者是修改Note 等等的 這些事情都做得到 所以這是 第一個步驟 OK 那當這樣子已經進去之後呢 我裡面寫的這個Sample Code 就已經可以Run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Sample Code裡面 其實有蠻多 比較常用的API 都已經 都已經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一開始的就是 就是這個 List Notebook 那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我的Notebook 其實都已經被列出來 那它的寫法 其實 我們可以把 Example Code打開來看 其實它是很簡單的 OK 就是 我們就是 主要就是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那個Session 存起來了 你存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它的API去Call 就可以去Call 比如說 List Notebook 對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你拿到的東西呢 其實它是沒有Salt 它是一個很亂的一個String 所以呢 你這裡就必須注意就是 需要去幫它 把那個 拿到的這個Array Salt一下 所以它就會按照 ABCD的排序 去把它 秀出來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 LowseNist 它就是 有排序過的 OK 好 再來就是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面的這部分呢 有分 比如說有 Note 跟Notebook 然後它還有一些resource的處理 所謂的resource就是說 在Evernote上面的那些attachment 都叫做resource 圖片 附件 或者是那種 你放上去一個word word file 等等的那些都是resource 那如果你想要去對resource去做一些存取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resource裡面的sample 那這些sample其實它的call都很簡單 所以如果你們去download 我相信直接去看我的esample就知道 所以我不會去一個一個demo 我今天的重點是focus在說 怎麼讓你快速入門之後呢 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出來 那等一下我就會去demo說 我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OK 那首先就是我們去寫Evernote呢 第一件事情就要去了解就是 它的emml emml就是Evernote的那個language 就是Evernote modernlanguage OK 它的東西其實跟那個 跟html超級像的 只是它把它改了一些東西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是在sample裡面 ok 如果呢我們要去弄一個note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去把它印出來的note forma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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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了 ok 這是一則note裡面的format 我把它用一個tester area 把它放進去 它呢其實就是一個 你看它的頭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用sml包起來的 你看到它的這個ennote 這個ennote 這個ennote其實就是html的body 就是body 那所以它一樣會有body的頭 跟body的結尾 剩下的裡面中間的content 基本上都是html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說 它這裡面呢 你如果是formand的朋友 你裡面是沒有辦法去 使用那個不是inline的css 所以呢 你不能去input一個css 也不能去include一個css 你也不能去include一個javascript 你裡面能夠用的東西就是存html 然後呢 裡面是有support一些css3的效果 那是都做得出來的 等一下我有一個demo可以看得出來 它又support一個css3 然後呢 就是你去greatnote的時候 你就變成說你很多東西都必須要去寫成inline的style 這跟我們做formand的工作是違背的 就是我們的習慣就是不能夠去寫inline的 但是你如果要把Evernote的note的format 變得很漂亮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寫inline的style 那如果是圖片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叫做emmedia 這個emmedia 它就會有一個emmedia的這個東西 那它這個東西你要去存取的時候 就去參考我的resource的example 你就可以知道說怎麼去把 它真實在那則note裡面的圖片去秀出來 這個是eml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我想要去great一個很漂亮的note 我要怎麼去做呢 舉個例子 那當初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我看到Evernote的food Evernote的food呢 其實它great出來的note 其實是很漂亮的 就是它是像這樣的 是好像設計過的 但是你不能去修改它 你沒有辦法修改它 因為它把它鎖住了 所以呢 它這樣子就是代表說它把它鎖住了 那我就覺得很好奇啊 它為什麼它可以去 弄出一個這麼漂亮的一個note 所以呢 我就去把它的code弄出來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 hello的 這是emnodehello的一個產生出來的一個note 它的html經過把它轉換之後 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你看 我們在軟體看到是長這樣 其實它就是可以直接修改裡面 就會變得很漂亮 所以呢 我們去great的時候呢 很簡單 假設呢 我現在要去great一個 有style的note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 Evernote的這個content 把那個 它的整個的sml通通塞進來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把它丟進來就可以了 那它就可以直接去規出 就是一個有style的note 那我實驗的結果是這樣 我在我的web上面 我做了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note 我希望我的note有一個隔線 就有點像是moskin那樣子 就是有一個線 所以呢 它規完之後 那我希望就是它可以做到就是 可以一直永遠的extend下去 就是它不會因為它變長 如果你用背光去處理的話 它就會變形嘛 因為它 它就會變得很醜 所以呢 我就用73去寫 那讓它變成有圓圈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note的效果 就是像這樣 就是 就是像這樣 就是 我可以去 一直去extend它 就是 對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如果 像在note裡面 其實我常常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都只有一個column可以打字 其實是很不方便的 我想要有兩個column的note 或者是三個column的note anyway 就是 我想要多個column 對 那我就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排版 對 那要去做到這件事情 目前在Evernote這個edit 很難用啊 你如果要用那個table 其實也很難去弄出一個你想要用的 所以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去弄一個 所以呢 很簡單 我就是 弄了一個這個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的一個html 所以呢 我把它軌進去之後呢 我就變成是 可以搭兩邊的note 就是 這是一個 有趣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 會需要用到的 的應用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如果 你想要去軌一些note 是只有你的app可以去讀取 就是去修改它 但是別人的app 是沒有辦法去修改它 就像是Evernote的food跟 或者是hello 他們都會把它鎖起來的一樣 那就是像這樣 就是說 嗯 我們 我們 ok 像這隻note呢 它就是沒有辦法 被修改的 當我一打字的時候 它就會彈出來告訴我說 它已經被lock住 就是沒有辦法去修改 那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在sample裡面呢 有一個就是 greery only的note 那它的差別呢 就跟greery note都一樣 唯一的差別就在於說 這裡有多了一個attribute 叫做content class 所以content class呢 就是 它是給你定義就是說 你自己的這個app的一個 的一個keyword是什麼 那如果 如果你自己可以去抓到這個keyword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note是從哪裡來的 譬如說 假設你想要去撈 使用著 所有的evernote food的note 那evernote food的food的 content class 就有一個唯一值 所以你只要去 撈所有的note 去趴說 是這個keyword 你就可以把 user所有的evernote food的note 全部趴出來 或者說你想要去趴 evernote hello 所有的note 你也可以去用這種方式去處理 所以它就是等於是說 幫你的note去設了一個 一個 一個 說它是哪一種note的一個做法 OK 再來就是說 notebook呢 其實有很多種 那這個也是一開始 我們在弄evernote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最大的問題 就是 我所認為的notebook應該就是 就是notebook 但是其實它的notebook的理解跟我的不一樣 就是像share的notebook跟linked的notebook的差別 就是在於說 一個notebook是你的 但是linked的notebook是別人的 是別人分享給你的 但是這個功能是只有premium account才能夠使用的 那這個東西比較複雜一點 我今天不會在這邊特別去解釋 但是我在我裡面的sample code裡面都有 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 對 但是在notebook的處理呢 它是有分這五種的notebook 每一種的處理方式都不太一樣 OK 再來就是說 Evernote其實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它的影像辨識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這也是我去玩它的API之後才發現 原來它有這麼強大的影像辨識的能力 那我們來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呢 在我的Evernote裡面 我這裡已經有規約了一個叫做 影像辨識的一個notebook 那裡面我放了一些 可能比較常見的一些note 就是譬如說我們可能會拍照啊 拍一個名片 OK 這是一個數位時代的一個名片 或者說我可能拍一些圖片啊 然後呢 或者說我可能是用skitch去打了一些字 那它也是一張圖片 那或者說 我去用那個screenshot 它是一張圖片 就是我去用把某一個網頁的字 變成那個圖片存下來 那這些字呢 有沒有辦法編識到 再來是說 如果是書法字 好 我就很好奇 那我還有去試韓文字 然後呢 奇奇怪怪的語言 這字 因為韓文字我沒有辦法打 所以我沒有辦法demo 但是 這個 這個等一下 我們就可以看 它其實是搜尋的到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我打 徐字 它就會找到有沒有 它會框起來 這是在它 Evernote裡面的API 其實它就有提供這樣的功能 只是我們看它這樣框起來好像厲害 其實它已經辨識到說 這個字是出現在那個區域 它其實會把它標出來 那 for API而言 我要怎麼去使用呢 所以呢 我這 project裡面呢 剛剛的那個sample code裡面 有一個project 就叫做 image search 那這個image search 就是 我寫的一個很簡單的sample 就是說 我現在會去把 我現在的這本no book的圖 通通讀出來 好就是 這個圖 通通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呢 我現在這裡有一個search bar 我就可以去做search 看看是不是搜尋出來的結果是我要的 假設呢 我現在就去打說 先試英文的好了 再說我打Evernote OK 它就會找出來 就是這些都是有 出現Evernote的字 其實還蠻準的 就是 但是 那如果呢 如果你要找 譬如說是中文 就是四川 OK 它就會找到 那這些不是我作假 這些是真的 你們 你們可以去把那個sample code打開看 它是真的 真的有這樣子的功能 那 再來是名片 OK 這個名片 這個名片 OK 我一定是想要找這個人名 假設我對Evernote 派了一個 OK 我就可以找得到 那 假設你是開發這個web的服務 就變成說 你可以去利用它的影像辨識的API 去做到一些 可能對 原本我們做web的service來講 這些做這件事情 其實的 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是很困難的 我們可能很 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做到說 我要去辨識一個 辨識一個圖片 那可能你需要 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 唸過一些 那個 就是一些論文 然後去知道說 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你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那用它的API 就很方便 就可以直接辨識出來 那 那它辨識出來的結果呢 其實是長這樣子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到底是怎樣 然後把它放大一點點 OK 這樣應該看得到 好 那 它的結果呢 其實會有一個 它會回傳一個 圖的一個array 那這個array的狀況是這樣 它會告訴你說 它 找到的結果呢 是在這個區域 那 x就是代表說 它的那個 就是座標 x跟y的座標 那 w跟h呢 代表的是 它的寬跟高度 就是那樣圖片的 寬度跟高度 那這個weight呢 這個weight呢 就是說 它的 它覺得 這個的 可能性的 比重是多高 所以呢 當它越上面呢 這代表說 它覺得是這個key OK OK 那 這個是他們 官方所提供出來的文件 所以當你打了一個 Evernote的圖片去search 你會 你就會回傳 收到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format 那你收到這樣的format 你可以再去做一些處理 處理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把你要的結果 秀出來給使用者 那 否我而言呢 我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 像 像 我就很好奇 就是 它到底是用了什麼 它到底把這張圖 辨識了哪些字出來 所以呢 我就 點了一下之後 你會發現 這裡 這裡有一 偷拉庫的字 這些字呢 通通都是 Evernote幫我掃出來的 OK 但是它掃出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 有座標的 但是我把 因為我 我方便處理 我把座標濾掉了 所以呢 它一樣就是 掃出來的方便是像這樣子 它會告訴你說 在 哪一個座標的寬度是多少的時候 它 有出現這個key wall 那 出現的結果呢 就有點像是像這樣子 OK 它就會一偷拉庫的字 那 我的方法是比較簡單 就是 我去把我剛剛的那個input 去 去掃一下 看有沒有 出現這個key wall 就把它秀出來 所以我的方法是 有點偷吃步 那如果你這樣做得很精準的話 你可以應用它的這個API 去做到 你想要做的事情 OK 這個是做 影像辨識的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服務 OK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去用Evernote的服務啊 譬如說我們去用Google 或者Dropbox的服務 通常呢 它是 它 你很難去知道說 User更新了一隻note 這件事情 除非你自己去寫一個service 定期的去pooling它 說 你note change了沒 note change了沒 那 但是通常我們的service 就是我們希望做很即時 就是說 User只要一做了A這件事情 我們的service就會做B這個動作 那我們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呢 就是 我們就是用 它有提供一個叫做webhook 那這個webhook呢 是需要去申請的 那 你申請的時候呢 很簡單就是說 你申請的那個API是什麼 你就把它打進去 那 你申請的時候呢 你必須去設定一些 那個callback的URL 就是它回傳 它會給你一個get的URL 你就會收到說 哪一個user 它會給你userID 它也會告訴你說 哪一個note note的ID 那你收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要去做哪一件事情 針對那個user的ID 去做 做一些update或者什麼 那 這裡呢 必須去設定一些條件 就是 OK 就是設定一些條件 像是notification的URL 就是一個callback link 那這個callback link 你可以自己去寫好 是什麼 然後 就是same給它 它就會 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就會發這個request 到這個網址去 那它是用get的方式發 那 至於為什麼要用get的方式發 其實 我覺得應該也是簡單處理吧 但是其實 如果你要說要做到很安全 或者是什麼 其實它有一些問題 但是它就是為了方便處理 所以 你不要在 這上面去做一些 太有privacy的動作 就是你可以說 OK 那個user update 但是呢 你update的動作呢 是在你自己的service去處理完 你可以去 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你必須去下一個filter說 怎樣的情況 Evernote才會發一個notification 可以告訴你說 user改了什麼東西 那這條件是給設定的 那這設定的條件就像這樣子 那你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可以去點這個search grammar 它有一個語法的 它語法還蠻多種的 那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如果 Evernote的那個user 它的account出現了 任何跟San Francisco相關的keyword 它就會發這個notification給你 或者是說 你希望 只要user 對 針對某個tag的note 做了一些change 不管是create 修改刪除 那它就會發這個通知給你 那你也可以針對指定 某一個notebook下面 做了一些change 好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把最後的東西講完一下 那 目前呢 的東西 就是我已經有詭略了一個 譬如說是相本的服務跟連接tumblr 然後也就是說 像我現在用的這個slide 其實它是從Evernote來的 那這個slide呢 其實它的原始的format 長得像這樣子 它其實就是一個標題 然後項目符號 分 用nine分開 然後有圖片 這就是我今天講的這個slide 它其實就是一個note 那我透過這個service呢 我可以把它轉換成我想要轉換的html file slide 那 那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把你的notebook 去post到貼到那個blog去 或者是說你想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OK 那 我今天講的部分就到這邊 那 有時間給問問題嗎 就是如果 有問題的話 我這裡有一些小獎品可以提供給你們 這樣子 對 那因為時間關係的話 那就直接來我這邊問好了 對 謝謝大家 謝謝rex精采的分享 接下來是休息時間 有10分鐘的時間 下一個議程將會在10分鐘後開始 如果在今天有撿到任何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可以拿到報到處櫃檯 然後 如果有 有掉東西的話也可以到報到處櫃檯